家中的老人离开后,亲人最好别做这些事,容易折损家运,一个家庭里,老人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,老人就好像是一棵大树,庇佑着自己的子女茁壮成长,为他们遮风挡雨。 只要有父母在,有老人在,就算是兄弟姐妹之间起了举雨,也至少会在明面上表现出兵士前贤的样子来,好让父母安心放心。 可是,这不代表子女之间,父母子女之间的恩怨,就此烟消云散,能维持表面的和平,一方面是,老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家庭地位,化解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,另一方面是,子女们也不方便,在老人上在人世的时候,态路锋芒,表现得斤斤计较,不懂孝道。 其实,真正考验一个家庭运势的,是在老人离去后,奉劝一些人,不要以为你的命运完全由自己掌控,老人离世后,请不要做这些事,真的会折损家运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不要指望能独吞家产,人未踩死,鸟未失亡,人都是贪多的,恰巧家务事,又是最难理清的。 一般来说,家产的分割要秉成公平二字,至于这碗水该怎么端平? 其实每个亲人心里都有一杆秤,只是几乎每个人都想贪多,都指望自己能占大头,更有甚者,希望能一个人独吞家产,毕竟谁也不嫌钱多,等到老人离去后,每个人都能隶属自己的心血和付出,认为自己应该拿得最多,或者干脆老人的财产全归自己,有这种想法的人,奉劝你谨慎和冷静, 贪欲是人的天性,一旦不能把控好自己的私心,他就会把你反噬,成为你的祸患,成为你幸福生活的拦路虎,你付出了,其他的兄弟姐妹也付出了。 于情于理,你都不能把好处一个人全占了,也许你暂时机关算计,尝到了甜头,但为保上天不会惩罚你,到时候就由不得你哭天抹泪了, 因为是你制造了麻烦,将胸有地宫化为乌有,不顾半点情分的,老话说,家财万贯,不如家和万贯。 老人的遗产是他们一生辛勤努力的结晶,瓜分遗产只会引发家庭内部的纷争和不和谐, 人性本质里都是贪婪的,大多数人都患寡而不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,谁也不想自己的离世带给子女的因为钱财。 而老死不相往来的结果,子女应该以感恩的心态,将老人的遗产用于家庭的发展和福祉, 让老人的辛勤付出得到最大的回报,不能因为遗嘱争吵,父母对自己的财产分配是子女们耿耿于怀的点, 有的父母,讲究公平公正,会将财产平均分配给子女,而有的父母会心存私心。 更愿意把财产留给更为疼爱的一方,或是生活更为窘迫的一方,父母的不公分配, 极易造成子女的不满,至今手足也会因此而反目成仇。 前不久看到一则新闻,张奶奶的老伴不慎摔倒,引发了中风, 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人世,没了老伴的张奶奶,想要寻求依靠,便换来三个孩子,拿出35万的积蓄, 询问他们该怎么分配,看到存折的大儿子眼都亮了, 称自己是家中长子,理应继承保管,二儿子心生不愿,称自己媳妇要生孩子, 开销良多,应分配更多,大儿子听到后,瞬间炸了。 其身掐住二弟的脖子不放,眼看就要打起来,张奶奶和小儿子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, 老伴尸骨未寒,孩子便因遗产闹得不可开交,简直不笑, 看着两儿子面红耳赤的样,张奶奶便提及了自己的赡养问题, 结果二人皆是推偷不愿,只想要钱,不想担责, 最终还是小儿子好言相劝,结束了这场闹剧, 但这次试探,却让老人彻底寒了心, 他实在不敢想象自己日后将如何生活, 也不敢想象自己离开人事后,兄弟间将如何势不两立, 本是负责绵延的事情,却成了兄弟反目的源头。 本是亲密无间的关系,却有了难以消除的隔阂, 最后更是老死不相往来,不能短时间内分家, 老人上载时,家庭成员间才能凝聚, 老人去世后各种小心思均会暴露, 那些先前不能做的事,过后便会迫不及待地实行, 比如分家,另立门户等等,或是手足间有矛盾, 或是区域管控,亦或是家中伴侣意愿, 总之少了长辈的干涉,此事执行起来就会方便很多, 但这件事本身就是忌讳,特别是在老人去世后短时间内分家, 必定会落人口实,不管是不是有内患矛盾。 在外人看来,分家就是亲情破裂,家庭衰败的征兆, 在老人去世后分家,更不是不尊不敬的表现, 若父母尚且在世,绝不会允许你如此任性, 大家都已成年,处人待世应该成熟稳重, 切不可肆意而为,身为子女也应该明白, 无论什么事,在生死面前都是过眼云烟, 老人离世之时,手足应同心, 和谐安稳地度过这一段时间,才是对父母最好的回报, 不能因后世埋怨,俗话常说,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 各自成家的兄弟姐妹,思想也不想往日那般纯净, 反而是守着自己的利益。 斤斤计较,不肯退让,就连父母后世的处理上, 也要争执埋怨,最近朋友的奶奶去世了, 但他却向我们吐槽,家中亲人极为不堪世俗, 他回到家时,亲人完全没有悲伤之意, 反而火药味十足,私下了解之后才知道, 他们在为后世费用,礼钱分配而争吵。 有的亲戚认为,后世费用长姐长兄应该多承担一些, 礼钱应该平摊,而有的亲戚认为, 所有费用都应该平摊,这还只是明面上的争吵, 更有的人不把礼钱归于公帐,直接私吞, 总之各种抱怨则被充斥在亲戚间本是悲哀敬重的地方, 却被世俗占据,其实,老人的后世处理, 是身为子女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, 更是对以示之人的敬重和感恩, 我们应宽容和释然,而不是拘泥于那些细节, 只有齐心协力,心怀暖意为老人送礼, 家庭才会福泽不断,祥和永存, 不要立刻烧掉所有的遗物。 有人说,物是人非,物是心非。 老人的遗物承载着他们的回忆和情感, 他们是家庭历史的一部分, 立刻烧掉遗物只会让家庭失去了一段珍贵的记忆, 活着的人还记得,亲人就不会离开, 家中老人走后,不要立马断了念想, 抹去他所有存在的痕迹, 子女应该以尊重和怀念的态度对待老人的遗物, 保留下来,让他们成为家庭的传承和纪念, 不要管兄弟姐妹的家务事, 人和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, 才能把关系处得长远, 如果靠得近了。 关系熟了,就开始指手画脚, 那就会造成冲突和不合, 伤人伤己,就算是亲人, 也不要轻易去管别人的家务事, 一来是你不了解全貌, 二来是你操的这个心, 属于是自己给自己着赌, 亲情本来是用来温暖人心的, 弄得严丝合缝,刻薄挑剔就不好了, 当父母在世时, 破裂的亲情关系, 尚且还能有所缓和, 等到老人离世, 残破的感情就像镜子碎了, 再弥补也是裂痕难消, 所以说, 不要对亲情抱有过高的期待, 现有的问题和争执, 不让它扩大化, 不让事态严重。 保持平和的心态就可以了, 对亲人, 对兄弟姐妹, 也不要奢望太多, 真正和你患难与共的, 其实是你的枕边人和你的子女, 不要像周围的人埋怨已去世的老人, 人们常说老来难, 一是人老了, 不管富有穷苦, 都免不了身体素质下降, 腿脚不灵活, 疾病找上门, 二来是老了以后, 人会发生一些变化, 看问题可能会比较极端, 或者是犯糊涂, 老去的人不懂事, 但是还算年轻的子女, 却不能不懂事, 老人操劳了一辈子, 也可能伤害了你一辈子, 亲人也好。 兄弟姐妹也罢, 其实都心知肚明, 老人已经离世, 再去纠结曾经的过往和嫌隙,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, 虽然谁疼谁就记得深刻, 但是人生过的事以后, 不是过从前, 国人都讲究死者为大, 你即便满腹委屈, 也最好尝试着自己消化, 或者找八杆子打不着的陌生人倾诉苦水, 就是不要向周围的人。 埋怨去世的老人, 因为这样会显得你不够名势力, 还容易招贤化, 家里的老人离去后, 人生似乎又要换一副光景, 我们只能学会珍重和善待自己, 家人, 如此, 才不负此生, 才不会折损家运, 父母的离世, 是身为成年人, 务必要面对的重创, 初次面对, 或许会茫然, 或许又不顺, 但不管怎样, 都要维护住父母最后的尊严, 纵使利益有不公, 手足有矛盾, 也尽量规范自身, 做到秋后算账, 让长辈能安然度过最后的时光, 也算是子女的回报与效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